早期有傳播團體是給有建戶 得愛對丸桃來檢查蘇加本社 也反而說 台灣的選舉對集法完了 很依賴 第一次來要轉行是很困難 環境部也表示 年代會來推出SRF的管理版權 最快的每年是死 為了解決台灣火器物越來越多的問題 國外把國體再生燃料SRF技術 看作是成都本社的企圖 因為它可以把特定的火器物 經過分類 帶給嘴嘴 拿來燒 然後再製作過 加作燃料 不過有民間團體認為說 要跟火器物的問題 就要為創造新的經濟模式來做 有民間團體之外 台灣最近這幾年一直推動減用速度的政策 不過火器物如果沒有減少電動增加 因爲說無情的政策雖然是減少使用速加杯子 不過該用像是抓杯子 電動其他東西來代替 本來要是用一次就等掉 要是會造成火器物正確的問題 另外雖然火器物可以透過 國體再生燃料的技術 製造 加作燃料 不過在燒的過程當中 空氣有這麼的問題 要是要做回科路 民間團體後悠 再來占對文化路 也還有SRF 也要有最類型的法規來觀光 SRF就是把廢棄物均質化 它的燃燒效果是比較好的 那現在重點是 我們要去做好污染的控管 那法規要去加援它 從源頭開始管 管到最後使用端 我們把這些本來可能是在 散佈在其他地方的話 會把集中在一起做一個檢討 我們會在年底的時候 提出SRF的一個管理辦法 將對SRF的衛生產來觀 製造唱和蘇洋唱做法規的觀光 按算年代進展會廣告相關的辦法 尚近明年是時 記者綜合報道